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我們首先一起看看 在青翠灣看出去 看到今天其實有時候有點霧 遠處環南島都是若隱若現 環南島今天早上曾經能見到 都是下降至一千米以下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地方 劉浮山 看到低雲沒有那麼多 亦都見到早上都光亮一點 其實我們預計今天都會有些低雲 部份時間有陽光的天氣 因為現在受著比較潮濕的偏南氣流影響 亦都在偏南氣流影響下 明顯這一兩天感覺到比較暖了 今早大部份地區低溫 都是介乎二十三至二十五度 我們亦都看看和昨天早上比較 都是普遍高了一兩度 我們大範圍再看看這個衛星雲圖 香港這個位置 沿浪現在都只有一些很薄薄的雲層覆蓋著 所以日間來說 我們這個區域都會有些時間看到陽光 仔細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今天的天氣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早晚會有薄霧 我們預計天氣會是炎熱 最高的氣溫有機會上升至三十度 吹和緩的南至東南風 亦都預計今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 有機會上升至六一個高的水平 很明顯現在看到好像夏天的天氣都已經來了 今天星期日如果去戶外工作活動 大家都要做好似夏天出街的準備 做足防暑防曬的措施 我們又看看本週的整體來講 天氣情況有機會是怎樣 在氣溫預報看到香港這個位置 紅色和黃色是比較暖的空氣 溫度比較高 我們預計未來一兩天 仍然受著這些偏藍的氣流影響 不過看到到星期二開始 在我們北邊藍色和綠色 這些比較涼的空氣 就慢慢靠近我們元朗地區 因為一股微弱的東北季後風 預計會在本週中期 抵達我們元朗地區 亦有機會為我們帶來一些改變的天氣 到時預計氣溫稍稍下降 我們一齊看看 去到本週中期開始轉風 亦是兩空氣比較近我們 我們看看天氣的展望 未來一兩天仍然受著潮濕偏藍氣流影響 所以天氣仍然比較嚴熱 還有有機會早晚有些冒 見到星期一星期二最高氣溫 預計都去到28至29度 去到本週中 見到溫度明顯是高溫和低溫都稍稍下降 因為微弱的東北季後風 開始有機會在本週中期 影響我們 到時氣溫稍稍下降 去到本週後期 至下週初見到有些時間 都有一些黑暈 下雨的天氣公仔 因為我們預計高空擾動 會在本週後期 其實是影響華南 會為我們華南整個地區 帶來不穩定的天氣 到時在華南部份地區 有機會會有趙雨 甚至有機會有雷暴的天氣 大家要留意 我們接下來這個星期 整體來說天氣的變化 最後跟大家分享 世界氣象組織 將今年世界氣象日的活動 定了一個主題 就是走在氣候行動的最前線 其實上年2023年 世界氣象組織 都表示有機會是我們 全球有紀錄以來是最暖的一年 氣候變化會有機會 為我們帶來比較極端的天氣 極端熱、極端冷 還有可能極端大雨 或者極端乾燥的天氣 我們人類都需要 多一些氣候變化的知識 以及及早去應對 今節的天氣先看到這裡 再見